大家知道什么叫定业 就是算命给你算出来的就叫定业 定数 我们定业很难灭掉 我们在人间很多都是结束定业 但是菩萨告诉我们了 你居然就算有定业 该你死该你生病该你倒霉 你照样可以转换 因为我们学博的人有了善念 我们有了善根 我们种下了无量的福的种子 我们会转恶为善 转世成智 所以多修十善业 多忏悔 多修十善业 多忏悔 可以转换定业 所以一个人就算有业 你也可以转换 不要害怕 就像一个人就算生病了 你好好的配合治疗 你也会好的嘛 所以行善事要想 自己经常要想我要升起善心 你想转运吗 请你升起你的善心啊 请你升起你的慈悲心啊 不要去想的太多 众善奉行 我多帮助别人 菩萨都看得见了 人间杂念 不要去想的太多 经常有些人帮别人的时候 就在想自己 会不会他的业障到我的身上啊 会不会我帮他背啊 你要救人 你就好好地付出 菩萨会帮助你 你发菩提心 菩萨会更慈悲地加持你的 所以行善 也是要用智慧的 很多人一辈子的行善 最后成为一个大善人 他并不能成为菩萨 并没有功德 因为他没有加上他的智慧 所以我们做人也好 学佛也好 第一要行善 第二要有念经行愿的愿力 否则的话 你会伤及自己 救人要能够让自己 生出慈悲心 生出慈悲心之后 那么菩提心也会自然生出 那 对 对